四瓜炒肉片,这道菜真的非常的简单,但是吃起来又很鲜甜 也是我们家餐桌上经常会出现的一道菜 所以把做法分享出来,几分钟就能搞定 喜欢的姐妹真的可以试试看 肉片就放一点生抽,胡椒粉,料酒,给它抓至水分吸收 不放淀粉,吃起来会更有肉香味 起锅烧油,先炒肉片,炒至微微有点变色了 差不多五成熟的时候就先给它盛出备用 然后就着底油下入蒜末小米辣,炒出香味 不吃辣的就可以不放辣椒,也是一样好吃的 再下入丝瓜,放点盐跟蒸鱼豉油调味 我觉得炒丝瓜用这个蒸鱼豉油炒出来比方生抽会更好吃 翻炒均匀上色之后下入肉片 然后再沿着锅边溜一点点的清水 大概就是小半碗,不需要太多 就着这一点清水给它焖煮片刻 也不用盖盖子了,以免焖黄 出锅了再放一点松鲜鲜提鲜 然后再放一把葱段蒸香,翻拌均匀就可以了 真的很好吃,喜欢的姐妹赶紧试试看吧